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 我们讨论事项第一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 建请院会决议 本院于新任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报告前 邀请赖清德总统 至立法院就职权相关之国家大政方针 进行国情报案一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 有鉴于美国法国总统 至国会进行国情资文制度为民主国家之典范 我国宪法自修条文及立法院自全新释放 第有总统副立法院国情报告相关规定 为自我国修行以来未曾落实 总统依宪法为国家元首三军统帅 外面前进院长等重大致人事权组成内阁团队 实施阻挡国防外交事务及国家大政方针 基于责任政治原理 总统至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必须立法院及全国人民窒息 总统策国理念及施生方向 对于捍卫民主宪政 以及公众沟通兼局生命一役 面对国内能源政策困境 进行排放挑战产业转型 两岸关系一直发展 定价导致物件起转波及民生经济 财政收支化分支调整 禁保财务稳定保障民众就医胆 均约约国际民生之国家安全事项 与总统之权相关 如今总统及国会新民意产生政治生态变化 应新民意托付 此刻立法院急需落实相关法制 建立优良之宪政管理 原进行院会做成权益 未去老总统对全民负责之宪政机制 本愿于新任行政院院长施政方针报告节 依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十五条 称论规定 邀请赖金棠总统至立法院 就职权相关之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国情报告 是否有到请公决案 宣读完毕 报告院会 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八条 第三项之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指去 大提讨论后 即议决交付审查或 禁付二读 或不予审议 请提案党团 国民党党团代表副委员昆奇 说明提案指去 报告院会 麻烦各党团干部约束一下 所有委员同仁 再意思听四个字亲声细语 我们现在请副委员昆奇发言 主席 各位立法院的各位同仁 全国的各位乡亲 今天第十一届的立法院 我们要做一个 对宪法以及对中华民国 对全国国人 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宣誓 以及提案 立法院113席立委 来自中华民国的各个区域 以及政党代表 我们在这里 不管来自哪一个地方 我们都热爱我们的国家 热爱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人民的声音 能够让政府听到 让各种多元的民主 能够在台湾 能够确实地往下砸根 而此次 总统大选 赖静德总统当选人 已经表达 他愿意到立法院 来做国情报告 而依照宪法征修条文 确实 在过去 有这样的案例 也有这样的惯例 总统要到立法院 来做相关的国情报告 刚刚在韩国医院长 所召集的 朝野协商当中 各党党边 一致的决议 在下个礼拜一 我们做三党正式协商以后 会正式的欢迎 赖静德总统当选人 在520以后 到立法院 来做国情报告 并被寻达 用什么样的方式 中国国民党 都表示尊重 因为这届的国会 是最新的名义 我们希望各种声音的表达 能够让总统能够听到 唯有总统 先到立法院 做完国情报告以后 我们会在两周内 让习政院的院长 到立法院 来做施政报告 朝野和谐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都希望 台湾能够往前迈进 民主多元的社会 能够持续的开花结果 我想在今天 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案子 我们很感谢 也得到台湾民众党 以及民进党 大家一致 共同的支持 我们在这里 希望 未来 总统到立法院 做国情报告 能够成为宪政的惯例 也能够让多元的声音 各个政党所代表的民意 能够让总统能够听到 能够在未来施政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贴近民意 让台湾的民主向前迈进 让各方面的发展 都能够更加长足的进步 今天在这里 傅庚奇指引代表中国国民党 在这里 谢谢各个政党 以及113席 我们立法院的国会议员 一起欢迎赖清德总统 能够来到立法院 能够回娘家 我们不设任何的限制 诚挚地表达欢迎 更希望未来朝野 能够同心 为国家往前的进步 能够再进一步 我们一起同心努力 再次谢谢各位委员 我们大家 希望今天能够 竞赴二读通过 并在礼拜一朝野协商 能够有一个顺利的结果 开启中华民国 一页新的历史 各位共同见证 我们一起来写历史 一起让全国国人了解 中华民国的民主 是非常进步的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傅昆奇委员的发言 本案大体讨论 各党团 各推派一人发言 第一位 请民进党党团 吴思瑶 委员发言 请更正 请柯建民总召发言 主席 各位同仁 本席在今天 在这个地方 要告诉各位 我们中华民国宣任旗帜 能够一遇贯彻 立法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议 每一个人都要向宪法提供 我们要在宣任旗帜 建行民主 国际民党 长期以来 30年在立法院表决 从外面成功过 但是我们不期不劳 今天我们一直开议到现在 一直在谈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 这是宪政时刻 我们不要毁宪乱政 我们让民主能够 不管怎样 经过讨论以后 大家都最后表达来完成 所以 昨天经过三个小时 曹野学长 有关于 有关于苏华快 苏华东 以及滑岛高铁 因为曹野学长没有结论 所以今天也在议程上面 所以刚才我们曹野学长 我请韩国瑜 院长必须召集朝铁商 没有议程结论 不要就来表决 这样简直就没收了整个国会 整个都没收了院长之前 所以经过大家朝铁商 两岸一并谈 我们共同来遵守宪政体制 那我们欢迎看到 大家都能够有共同结论 这结论是什么 有关于总统来做国庆报告 这个题目 在立法院天空讨论30年 从来没有时间过 因为大家都 他说总统要不要集问及答 当然总统集问及答是违宪的 这个很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就是说 大家把话讲开来 要创造 还在现任上 一个光荣一页 打开这个历史上光荣一页 总统来做国庆报告 我想这是大家共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求拜托 国民党和民众党 你们直线新事法所谓的 提问及答 那应该以测案 好这个话 我们没有办法建行 因为我会需要 就是要表决直线新事法 那到底大家 是真的来假的 经过大家彻底沟通 我们很高兴 朝委都有共识的 这个共识就是说 我们共同来遵守宪法 我们让台湾民主能够在 女法院里面能够践行 大家能够好好讨论 展开朝委 互动新的一页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我们不希望朝委一直互动 到最后这是国家的伤害 我们希望民主能够展现在 国会电脑上 让我们能成为 亚洲华人世界最澳的民主国家 我们不要一期间把它毁掉 所以 选择结论 下礼拜一 我们要朝委协商 也就是说 两个事情 总统在做国庆报告 到底总统先来 还是后来 以及总统来的时候 要不要同问同答 但是呢 谢谢柯建民委员的发言 接下来 我们请台湾民众党 推派代表张旗凯委员发言 前国内民众 大家好 如果 赖清德 总统当选人 这次能够到立法院来做国庆报告 是 总统 也是新国会 新民意的三营 赖清德 如果能够到立法院来做国庆报告 是总统 新国会 新民意的三营 从 以前的陈水扁 马英九 还有蔡英文 都曾经明确表态过 要到立法院来做国庆报告 后来都延误了 耽搁了 如果 赖清德可以到立法院来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所以我认为 朝野都有责任 共同来促成这件大事 而且对我们的新民意 共同来负责 当然 现在各党都有提案 国民党提了 急问急答 民进党希望统问统答 台湾民众党也提出了 迂序回答 大家有注意到什么叫迂序回答吗 无限大的空间 最有折中值 也可能是 各个政党推票代表完之后 由 赖总统 来做一个答询 这是不是也解决了 统问统答 可能到时候没办法满足 每个立法委员 满足民意的要求这个问题 相对的 急问急答 刚刚柯总召一直在讲违宪的这个问题 如果依照迂序回答 应该可以得到一个 折中值 例如说 各党都推派了一定的代表 那 你说国民党推派的人比较多 由赖清德到时候 赖清德总统自己决定 国民党的问题 他要回答一次还是两次 民进党人类很多嘛 他要回答一次还是两次 那么台湾民众党人最少 我们关键少数 我们上来回答 这个问完之后 可能只要回答一次 这问题就圆满了 而且达到所谓的三年 所以台湾民众党 郑重的提出 富裕 为了三年最重要最重要的 新国会要有新气象 请不要阉割自己的前线 我相信 依照戴清德是回良家 以前当然行政院长那么久 打醒对他来讲 亲而易己 而且是对民众的一个回答 我相信这不只是新民意的胜利 对民进党 对赖清德 也是对民意的一个非常尊重 所以我期待 不要移以什么意气之身 或者觉得说好像是要刁难 赖清德或者违宪 我相信没有 依照台湾民众党的提议 是一个非常有弹性 有折中意义的 到时候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好好来讨论一下 如果可以依照台湾民众党的方式 我相信可以达到这三年的这个目的 很期待 这次不要再破局了 不要每次总统喊要来的时候 然后立法院某些党不让他来 谢谢张旗凯委员的发言 接下来请国民党推派代表 赖世保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以及各位先进 我们都在写历史 自从修训之后 原来的国事建言 原来的总统到国大代表 要到国民大会去做他的一个国情报告 以及接受国大代表们的一个国事建言 全部的权力就搬到立法院了 我当过第三届的国大代表 赖清德和我是同事 赖清德当了立法院的委员 我们都知道 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他愿意到立法院来做国情的报告 并且来接受立委们的一个国事建言 可是因为民进党那时候提出来 急问急答 所以后来就不成了 我们知道历史啊 历史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可以不坚持 没关系 为了要成局 为了要成局 没有当然计较 张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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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成局 我们不坚持急问急答 可以统问统答 什么叫统问统答 回到国大代表 我做过国大代表 国大代表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三个人讲完 李登位前总统 一次回答 有时候五个人 一次讲完 李前总统一次回答 这样的方式 叫做统问统答 而不是说国民党全部讲完了 赖清德去来说 这样子 我认为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刚才齊开文讲得非常好 齊开文讲得非常好 我们来自全国 这个所有的角落 我们希望赖清德 准总统听到 全国人民选择的立委们 代表他的选区 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 我个人的主张 我的坚持是 每一个立委都要可以讲话 而不是推派代表 请问 有谁开始代表文山区的 宣民想要讲的话 你告诉我 只有赖四宝吗 对不对 你不让我讲 我代表文山区的讲啊 时间可以短 为什么 不一定要十五分钟 六个人听清楚 不一定要十五分钟 我是提问题嘛 一二三四五 讲完 我觉得一个人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 你们常委协商好好的协商 但是我要求的是 真的做到 今天如果能够成 赖清德来是写历史哦 中华民国宣任史上第一个 进到国会的总统 叫做赖清德 会怕得有红啊 台子谁打给他的 在座各位 113位立委 打给他这样一个台子 而且我们已经讲了 不会捣蛋的 我们讲好了 但是我最后再想调一遍 让所有的委员 中华民国宣任意见 表达出来 时间可以再谈 谢谢 谢谢赖世保委员 报告院会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 进负二读 请问院会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进负二读 报告院会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交付党团协商 做以下之决议 交付党团协商 并由国民党党团 负责召集协商 报院会 现在我们进入讨论 事项第二案 现有台湾民众党党团 鉴请院会决议 本院与新任行政院院长 施政方针报告之前 依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十五条之二规定 邀请赖清德总统 至立法院就国家大政方针 进行国情报告 并依法回应立法委员提出之问题一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 有鉴于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规定 立法院得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另一句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十五条之一规定 立法院等于每年集会时 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总统副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得树立良好支宪政精神 体现权力分立及制衡原则 由是赖清德准总统 2024大选前 曾多次公开抛出 愿推动宪政改革及司法改革 国人亦急于了解新政府对于能源配置 推动进行转型之路径 劳保与健保改革方案 与劝保国家主权与安全等重要议题 为树立良好的宪政惯例 即典份深化台湾民主政治发展 原进行约会做成决议 本院于新任刑政院院长 施政方针报告前 依立法院职权行事法第十五条之二规定 邀请赖清德总统至立法院 就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国情报告 并依法回应立法委员提出这问题 是否有动请公决案 宣读完毕 报告委员会依照立法委员职权行事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 说明提案指去 大体讨论后 即一决交付审查 或禁付二读 或不予审议 现在我们请提案的委员台湾民众党代表 黄委员国昌 说明提案指去 院长 本院委员 我国自从进行了宪政改革 改采单一国会的制度之后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的总统 曾经来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2024年 台湾选出了新的总统 也产生了新的国会 此时此刻 我们共同肩负了 非常严肃的宪政使命 要为我国立下一个良好的宪政惯例 我们邀请总统 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我们也期待 总统到新国会的时候 能够查纳亚言 听得进去 各个不同的党派的立委 各个不同区域的立委 对于新的总统 他接下来要推动国政 所提出来的恳切建言 台湾民众党 在这一次提案的内容当中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预设 没有预设 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他要透过什么样子的形式 来回应立法委员 所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在提案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依法回应 因为我们在提案的时候 从来没有预设 赖清德总统 什么时候会到国会来 而那个时候 国会依法生效的法律 又是做什么样子的规定 刚刚韩国医院长 在后面召集各党团的代表 进行了意见交换 我们非常诚恳的抛出了 我们愿意尊重赖清德总统 他所希望进行的形式 也能够兼顾社会的期待 以及本院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 大家希望提出来的问题 能够听到总统回应的要求 因此我们保留了非常大的弹性空间 我们为什么在我们提出的 立法院职权行司法当中 我们说依序来回答 诚如台湾民众党 刚刚张旗凯委员跟大家所报告的 当大家对于一定是所谓的同问同答 跟疾问疾答产生争执的时候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共同创造良好的宪政惯例 我们愿意敞开心胸 也聆听赖清德总统他期望的方式 各个党团推派的代表都上来表达完了意见 赖总统希望马上针对不同的政党 所提出来的问题来加以回复 我相信我们绝对是欢迎的 在接下来 这个重要的民主宪政惯例 创造的历史时刻 第一次总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我们希望透过什么样子的形式 让立委提出来的问题反映的心声 让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有适当的机会 有充足的时间 能够来一一加以回应 而不是行礼如遗 我相信这绝对是全体国人 大家不分党派 所愿意乐见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今天我们的提案 接下来我相信 就会被交付党团协商了 但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最广阔的胸襟 在下礼拜一的时候 能够建立良好的宪政惯例 如果赖清德总统 他愿意多进行几回 多聆听大家的意见 多进行答复的话 我相信这不仅仅是本院委员 也是全体国人 大家共同乐见的 关于台湾民众党党党团的提案 再敬请各位委员支持 谢谢 谢谢黄国昌委员的发言 报告院会 现在旁听席上 有台南大学学生会干部 40位学生会干部来 立院参观 请委员职员 我们掌声欢迎 报告院会 现在进入大体讨论 各党团派一人 说明 先请民进党团 吴思瑶委员发言 院长各位同仁 没有错 我们正在写历史 这正是台湾宪政史上的宪政时刻 所以说 在中华民国的总统首次 能够来到立法院 受到立法院之邀 进行国情报告 是不是能够在朝野和谐 在和宪可行的基础上 来行使这个关键的宪政时刻 我们一起来共创 共好 共赢 什么是共创 共好 共赢 就是大家一起来 共同创造出一个 好的宪政惯例 而不是创造出 坏的宪政恶例 确实 刚刚在韩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 各党 似乎是释出了善意 那我在这里也要清楚的 再次来说明 媒体上大家都看到 赖清德准总统 多次的对于社会清楚的宣誓 他个人愿意 乐意 而且满心诚意 接受立法院的邀请 进行国情报告 所以他体现了 尊重立法院的立场 但是我们也 期待呼吁 当我们能够创造出一个正向的 宪政惯例的时刻 大家务必要回到 宪法以及 现行法规的规范 现行的宪法 就是第四条 第三项所说的 另外的法规 就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第二章之一 从十五条开始的几个条文 所以民主进步党期待 各党能够履行 大家所承诺的 在善意的基础上 朝野合作 来协商出 合一的时间 合一的形式 但是他一定是合线的 但是在此 民进党也必须说明 以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提案当中 可能都会连带 要去讨论到 目前进行的国会改革方案 两党同时提出了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对于总统到立院 国情报告的相关条文 就是要将他常态化 以及急问急答 如果这样的条文 在五一七强行透过表决 来予以通过 那就是严重的 侵犯了宪法的 宪政分立的原则 对立法院负责的是 行政院院长 在此也要呼吁 如果朝野真的能够用协商 来体现出一个总统首次 到立院国情报告的 好的宪政惯例 那是不是两党也应当 检视立院职权行使法的 违宪条文应当予以 谢谢 谢谢吴思瑶委员的发言 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 国民党派杨琼英委员发言 院会主席杨琼英发言 首先谢谢院长 在今天一大早 就发给我们这个康乃馨 在刚才党团的协商当中 朝野的协商 我们得到了一个历史的记录 也就是准总统赖金的先生 要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 我想这也是给我们母亲节 一个非常重大 朝野协商的一个良好的宪政现象 我们大家一起祝贺 母亲节快乐 因为母亲要的就是平安 就是安全 我们看到目前台湾执政到现在 不只是房价涨 不只是低薪问题 不只是能源政策 会莫所生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 新任的总统绝对 有这个义务 也有这个责任 必须要到立法院 来做这个国情 也就是报告 让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能够安心 因此在法治上面 绝对没有违宪 因为依照立法院 这些新资法里头 每一次的集会 都得邀请总统到立法院 来做报告 所以所谓的违宪 到底从哪里来 今天我们经过朝野协商 大家和平的 希望制定一个良善的管道 也就是这个目的 要让我们全世界 都知道台湾 希望能够好 因此我们又看到 目前在全国里头 最穷的20% 跟最有钱的20% 两边的拉锯 竟然达到69.9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总统更应当要到我们的国会 来做 未来国家整体的一个规划 以前我们在国民大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 有所谓的总统到国会去呢 做什么呢 到国民大会去做报告 方式是以依序回答 以统问统答 那么现在国民党也提出 我们必须要急问急答 这个在刚刚的朝野协商当中 大家良性的互动 在礼拜一下午 希望能够决定出 方式到底是如何 不管所谓的急问急答 一去回答 统问统答 怎么样的方式 我们都希望也都期待 也能够在母亲节过后 再次的给母亲 给我们的社会大众 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告诉我们总统先生 到底什么时候 到立法院来报告 方式是如何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句话 他告诉了我们 也就是 你停止了咨询质疑的时候 这个就是人民非常难过的时刻 请借记 谢谢 谢谢 谢谢杨重英委员的发言 报告院会 林委员俊宪声明 对上午的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报告院会 现在请第三位 台湾民众党党团 推派林国成委员发言 2月1号就职以后 看起来针对今天的气氛 是最融强 但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本党团 邀请赖总统到本宴来 做国情报告 我想这是三党 大家有共识 全国人民也有起习 所以在这个部分 也算是我们新民意 新国会的开端 本党团 台湾民众党 提案邀请赖总统 其实我们开会结议 就是应该要就事论事 理性而问证 所以我们刚才 齐凯委员已经讲了三个步骤 极端的问证 跟非极端的问证 以及理性的问证 在这个部分 我们本党团就做成一个 结议 也就是赖总统到立法院来的时候 当然他是现任总统 我们应该任何政党要以礼相待 但是我刚刚又听到我们民进党 我们的重要干部 上来的时候气氛这么融下 结果又在谈其他种种不必要的 这等于是破坏 整个刚刚所有 不管是国民党提案 或者我们台湾民众党提案 是大家有共识的东西 那为什么还要再提 无关紧要的去破坏 国民党跟民进党 种种的言论 所以我要呼吁 我们柯总召 我要呼吁 民进党 不要再成为一党独大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什么 要共同 这是一个大家三党有共识 邀请赖总统来这里 我们也主张以礼相待 要有互相理性的尊重 所以我要拜托 民进党 我相信你们八年下来 你们已经一党独大 那种霸道的行为 真的不要 能不能呼吁 今天大家把提案 谈清楚以后 三党的所有干部 好好谈一下 用什么方式 尊重总统 用什么方式 尊重立法委员 这两者之间 也是一个开端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不要再行为过去 一党独大心态 这样的话 再协商也没有结论 所以以上 呼吁民进党要 陪同事案 谢谢 谢谢林国成委员的发言 报告院会 现有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 禁赋二毒 请问院会有无意义 没有意义 我们禁赋二毒 报告院会 现有民进党 提议交付党团协商 另外 台湾民众党党团提议 请院长本人召集协商 现在做以下之决议 本案交付协商 由院长本人召集协商 报告院会 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 5月14号 星期二上午9点 继续开会 进行后续讨论事项 现在休息 并且大学生 我们下午9点 请院长本人召集协商